前陣子我有幾封信過 然後主要是我今天想請教一些適量方法的問題 請說 因為像主要是之前我年前 差不多一月的時候 進應徵上一家行銷公司 可是他過了差不多工作一個月後 他就逼退我離職 然後要逼我前個月 後來就是當中就是可能後來去協調 然後之後就發現我的手機 有開始被監控的狀況很嚴重 像是我用通話跟LINE 然後都會有一些黑白賞品 然後一半就是講到底 幫他電話被簽掉 然後之後我就發現我手機越來越嚴重 像那時候後來就去協調過程中 可能有拍一些法律協調文件 那照片馬上也會黑白上座 然後我立刻要強制關機礦譜場 然後之後手機就 後來我就覺得奇怪就還原原廠了 然後還原原廠以後 手機的一些機上機 或是一些App就有消失被組 那開始就桌面上有多出一些平常沒有安裝的程式 那背景程式也是會有多出一些什麼資料救援 還有傳送風暴的問題 那因為這個問題以後我已經換了三隻手機 那都沒用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利用Google帳號的辦法去 就不管我換了幾隻手機都會被監控 然後後來就是 過程中發生很多開開觀光的時間 就算我原原廠 我開機關掉以後 然後沒有接上網路 那手機打開 它還是會有東西被鎖住 不給我關的狀況 那後來我也換過就是 會有莫名其妙接受到什麼開機 就是我沒有用的一些平台的資料認證 然後我後來就跑去三星小兒子路的聽證 那後來就是 因為下到這一世界以後 換了手機 然後家裡也換了一個網路跟IP跟Wi-Fi溫像的 可是換了新手機 就跟朋友借了新手機 新門號以後 還是有一些被監控被控制的狀況 就是我上網過程中跟Youtube 看到一半立刻被卡 或是使用什麼APP 用到一半或是通話馬上被切或跳到商業 那這種狀況我不知道我怎麼去中斷 那我也很擔心說 家人是不是有被 就手機有被交叉感染 因為像這樣的話就是我後來就回想 工作過程中有發現 發生很多奇怪事 像就是 他一開始進入公司的時候 他會有公司會有很正好的電腦 會有一些通訊軟體 大家都會很鼓勵說公司只用LINE做聯絡 所以大家都要登入那個 那我就覺得 有登入帳號 然後之後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因為登入的帳號有被控制 因為當下沒有發現 是之後要有 要比我離職 比1000合約補充之後走 才有出現一些比較明顯誇張的過程 那我現在只是回想說 是不是因為LINE的帳號被他們公司看過 因為他可能背景可以看過這樣 那我在家登入電腦 他也會被用一樣的 對一樣的 然後另外就是他事後 我又回想他們中午都很想大家一起共產 然後後來就回想他很多吃飯過程中的話題 是我電腦內部 我私人才會知道的一些事情 不管是像寵物的名字 或是以前工作過的一些資料 他會會若有若無的這樣去問 那其他的話就是 像 他手機 後來我就不知道說 手機的辦法要怎麼去 把他們切斷這些 控制 然後這問題 困擾我很久 因為從一月差不多二月多被 之前送 然後他那時候是比前離職前結束 那因為不是被資源離職 所以 就因為這個我跟他做了協調 然後他可能不開心 然後從那之後我手機就很嚴重 換得起之後沒有 那我也當心說我自己的手機 如果要放他就是不用原本的帳號 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信他 他有辦法去透過同一個門號去 他還錄裏他們的手機 因為我第三支手機是 後來知道這狀況已經前面忘了兩支 那第三支我是他舊的 因為那時候有換衣服卡 還有一些耳度 我想說沒有用浪費 後來就是他錄第三支手機 他有一次我以為不正常 然後後來只要登錄安裝LINE的以後 那他有一天他很誇張的就是 直接截圖我LINE的通訊 留在我的資料夾裡面 然後那一次我就整個嚇到 手機都不敢用 那也因為這關係 變成我沒有手機 也沒有E-mail 因為公司當初也有一些E-mail 變成他知道我的 那我也當心也被檢控 所以變成我現在要找工作也很困難 因為沒有任何通訊 如果要留資料給別人也沒辦法 對 那像這種狀況的話 變成我自己的處理就是 假設是拿到延長去洗掉一些廠數 換給延長 這樣是完全就安全了 那另外就是說 我家人的話 假設是我的被弄乾淨了 回去我家的網路 會不會他有可能透過Wi-Fi 或是一些IP位置又重新開入我的手機 我會有這些顧慮 然後另外也當心家人的手機被監控 因為像一個我覺得比較誇張的是 當初在公司的時候 還有問問說什麼 欸你上廁所會滑手機喔 那我就假設我家人如果有女性成員 那如果滑手機會不會被偷看 我會想想就覺得驚人不安 也很內疚 那再來就是 像這一類的很奇怪的公司的話 那公權力有辦法介入嗎 可是我疑慮會說 當初面試的時候不會填個字 會收集身份證的品本 雖然我有做一些簽名說 人事報告使用 然後還有一些給兩張大合照 那我也會擔心說 會不會個字被他們浪用 那我之前也跑過警察局 然後警察局會說 他們沒有相關的這個 設備跟技術 沒辦法幫我處理手機問題跟疑問 然後他就介紹我到 偵察隊跟那個刑事警察局 而刑事警察局跟偵察隊 只是有點大驚小怪的 像偵察隊要是說 我今天進來警察局 你有看到監視機嗎 那我都會被錄進去 我只要記錄時間點 以後我有個字被浪用的時候 再從這個 他說用這個時間點去找他們 他會釣出影片 他只有說這樣 然後我就沒有備案 後來我去刑事警察局問以後 先做諮詢 可是對方會覺得 我有點大驚小怪 因為他是覺得 手機可能會電波 不小心跳到就可以開關 可是我手機是很明顯的 整個被創感過 被安裝一些 我沒有安裝過的程式 然後我也因為這樣 我很害怕 然後我手機都是 螢幕都關掉了 另外的話 手機我不敢使用 然後我不知道是 手機只要關機 R-SIM卡登入 那個狀況 沒有通電的狀況 他這樣也會已經空了 沒有通電對不對 沒有通電 就沒辦法 那這些手機 那如果要就來 就只能拿到原廠去 洗掉參數還原 當然他自己內建 就有洗掉參數還原的功能 可是我試過還原廠 他好像是 因為我像回想以前公司 就是他們的 營運的狀況 我覺得很古怪 他們就是會有開一些電腦 有些奇怪的程式 那另外他公司 應徵的時候 他會有簽一些奇怪的合約 裡面就會提到一些 什麼亂提的 什麼資訊的保密 那我當初在簽的時候 我會以為 一般的行銷公司 就很像 可能 人家 國外舞台電影公司 會簽保密協議 怕我們開發這種東西 流出去 所以那時候我沒有 理喻的簽 然後事後 才發現 有到協議的時候 才發現有很多 很多奇怪的問題 對 然後 我不知道 是不是要顧問這樣 然後另外他們 也有接一些 國家的案子 然後雖然對地面 有標道 然後有一次就是 發標結果公開的時候 他們會有去看 其他家的標準廠商的資料 然後另外他們 那公司的資料 就來放一個很奇怪的資訊 那時候 我有存檔 就是學習的情況 他有放一個法律問題 就是說 什麼商業界 內容大概是提到說 什麼 工程師被 大陸手賣 他幫商業界 可能拿一些 就形式的一些問題 那公司的成員 組織也比較怪 他們是小公司 可是他進去騙一些 不知道的人進去 他會先用一個 大企業名稱 所以假設是什麼 集團 行下地上坡 就跟商業界有關 就說他們相關 以前過去的部門 成立出來 獨立的公司 可是當我面試進去 以後 問 他說他其實跟他公司 沒有關係 對 然後事後也 反正就很多這些奇奇怪怪的故事 還有不合理的 條約 然後到今天 然後我今天最大的困擾是說 我想把這些 手機被監控問題被 跟他們斷除 另外就是我家裡 假設有被 無覽的狀況 我要怎麼去處理他 這樣 謝謝 我要補充 因為他其實 我真的 他最大目的是 他覺得他被監控 他現在把他解脫 所以他有些疑惑是說 比方說 信條會不會被害入 的可禁 那再來可能 Wi-Fi信條 會不會因為被害 所以影響到家人的指教問題 我想是這樣 大概基本的概念就是說 不要用相同的密碼 註冊不同的服務 所以如果你的LINE密碼 跟你家裡的Wi-Fi密碼 是一樣的 那這樣子 當然知道你的LINE密碼的人 就可以取得你家裡的 無線網路的存取權 這是一定的 那如果你用同一個密碼 又去註冊別的帳號 那知道這個密碼的人 又可以再去 就是取得你別的帳號的 控制權 這是一定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要用 不相同的密碼 對 然後盡可能去開啟 叫做 一個叫兩階段驗證 就是 就算別人拿到你的密碼 他要登入 你也會收到簡訊 或者收到通知 那這個叫做 兩階段驗證 或雙音速驗證 很多翻譯不一樣 基本上 你只要每個服務的密碼不同 那你有用兩階段驗證 大概其他人就沒有辦法 在你不察覺的情況下 去取得你的別的帳號的控制權 這是一個 那然後第二個是說 如果你覺得SIM卡 有可能就是不知道 跑到別人手上過等等 那其實現在各大電信 換SIM卡是很容易的 所以你就直接換個SIM卡就是了 這個 就是你先不用管 本來那個到底是誰拿過 你就自己安心嘛 你就換一個 就這樣 對 那你平常聯絡的手機 跟你公用的公務的手機 本來就應該要分開 這個是一般來講 就是一件好的習慣 就是你在工作的時候的資料 放在 像我工作資料是放在這台手機 但是我個人的資料 我就只放在這台 那這台就是 事實上它連來都裝不起來 所以 它就是可以打電話 然後可以上網 可以查一些資料 但是它也沒有滑動螢幕 然後這台大概不到3000塊台幣 所以就是真的怎麼樣 我再買一個就是了 對 所以就是很便宜的 那像這種 當然這個是介於功能手機 跟智慧手機之間的東西 但是它的好處是說 它的資安的 那個可以供給的表面 比較小 而且它事實上 連前鏡頭都沒有 所以你也不用特別 把前鏡頭貼起來 對 那這樣的情況下 這支手機 放我個人的東西 它跟公務 就不會混在一起 對 所以你如果兩支手機 分別都用它內建的 原廠設定的 還原原廠設定的功能 或者你拿回原廠 請他們幫忙設定 那你這輛式手機 裡面的SIM卡 又已經都是 就是你回到你的電信商 請他們重新發一個SIM卡 然後密碼也都設定成不一樣的話 那基本上是 就算之前已經有人 有侵入過你的手機 或有測入過你的密碼 它對於你的新的這些手機 基本上是沒有辦法的 對 那假設說 那我家裡的網路 它有可能透過我家裡的 中華電信耐克數據 你要換它的密碼 你說外賣密碼 所以換密碼 基本上就是沒問題的 是啊 你要換一個你以前 在別的地方都沒用過的 你以前在別的地方都沒用過的 因為我有話有問一些朋友 他說 有可能是我手機 因為我現在是我手機一開機啊 那中華沒有通網路 它裡面調的一些 它有一些程式被打開 我把它關掉 我在關機 沒有通網路 它那個程式會不會被打開 嗯 那當中可能有一些 日曆啊 簡訊啊 電話 對 相機 那些是系統預設的 對 它那個沒辦法移除 可是它有一些權限 我每次把它關掉 它都會打開 像是衛星定位 儲存位置 還有通話 保留 還有電話通訊 對 你如果復原原廠設定之後 你是應該Google Android 那Android 一開始 第一個問你的 就是你願不願意 分享好比像說你的定位 你等等這些資訊給Google 那你這邊只要一打開 那Google以後可以幫你打開 它寫的個別應用程式的權限 那所以你一開始 你重設系統之後 它第一個問你說 你要不要分享你的定位給Google 這個時候你就要說不願意 那之後它就沒有辦法再把Google 寫的好比像說Google Map 等等這些部分幫你去打開 可是有些我後來發現手機 它有些是強制的 一定要勾選 像 它手機重新還原原廠後 它登錄以後 一開始會叫我們登錄Google 上Email才能使用那個 下載 後面才有App 可是在它重新架式的時候 它有一些會 強制問你一些選項才能下一步 有一些東西它是強制規定的 沒有沒有它有略過 只是那個略過字會很小 是灰色的 可能藏在右上角 可能藏在左下角 它就是讓你比較不會去看到 但是它都有略過的選項 所以只要更改過換密碼 跟把這些全部換掉 基本上不會 是的 然後我另一個朋友的說法是說 因為我手機本身是被監控 如果沒被洗掉的話 我怎麼換手機更改進 它可以透過Google密碼去追蹤 找遺失手機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註冊新的Google帳號 當然 這個也蠻好 對 這是最 就是伏定抽薪的方法 但是你舊的Google帳號 你確認一下 你有拍兩階段認證的話 那即使它本來已經知道你的密碼 那它還是必須要實體上有你的這個手機 它才能夠收得到那個簡訊 所以你去Google 然後打開兩階段認證 那你本來的帳號就會比較安全 那有個人把Google帳號移出嗎 就我今天這個用這樣 你就註冊一個新的Gmail帳號就好 這是最簡單的 好 反正就是全換式 對啊 你就那一個新的Gmail帳號 完全是用來給這個手機下載APP用 但是你其實平常並不用它來寄信或者收信 那這樣子大概也就比較不會有危險 那另外我還有聽有朋友說 建議說使用iPhone會比較好 因為他說iPhone應該是跟音訊不一樣 你還是一樣會需要一個iCloud密碼 對 所以同樣的就是iCloud 你還是需要用一個就是Email帳號 對那所以其實概念是相同的 因為他們說法好像是說蘋果比較不容易被植入 做資安問題問題 背後的層次 因為像我那手機一直被控開光很久 然後我發現很多東西是隱藏在它可能右上角的三個點點打開 後來看到背景超多的像資料救援軟體 還有一般路傳送的風暴啊 還有一些什麼Face或是什麼一些情要鏈 對我想iPhone的好處是說它如果收集你的資料 它會比較主動的來詢問你同意 確實是這樣 對 所以你按略過的可能性就比較 找得到略過那兩隻的機率比較大 差別這樣 對對對那Android它並不是不能略過 但是它主要的差別是說蘋果是這個手機的製造商 你付了錢給它買硬體 你們的生意就差不多結束了 所以它並沒有什麼動機要一直取得你的資料 但是Google其實主要是賣廣告 所以它一直還是有動機來取得你的資料 因為它想要做廣告的精準的投放 所以他們本來賺錢的方法就不一樣 因為Google自己並不做那個硬體嘛 它是授權給做硬體的廠商去做硬體 對那但是蘋果它主要是賣硬體啊 對那所以當然就是 就是對各自的收集上面 就算它保護的程度相同 蘋果會覺得說你願意提供 你不提供那是你的選擇 那在Google的話那個願意提供就會很大 很明顯 而且甚至讓你覺得說你Google就按不下去 那它那個略過會很小會這樣起來 對 那我還有另一個 因為像之前就是有這個手機被駭了 那我也把SIM卡把它掉以後 那我曾經就是因為有使用問題的話 我就跑在捷運中的東西 我覺得這也連上捷運的Wi-Fi 那也有可能我這被監控 他們同步 電腦的手機 那也有可能透過我 然後傳送方法 通過捷運的Wi-Fi 再去鋼喊給其他 就比較不容易 因為我也會擔心說 我在家也會連自己家裡Wi-Fi 我當心我家人的手機也被用 因為像它背景城市 有一個兒童天地安裝什麼工具 我手機沒有小朋友的東西 可是我家人的其他的人沒有 我在想說是不是家人的可能 你早就不知道什麼被滲透 除非你的Wi-Fi密碼 跟你的就是手機密碼相同 對你的Wi-Fi密碼如果是不同的 就是你說中華天使人的Wi-Fi密碼是不同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還好耶 就是很難在你不知道的情況下去 除非是說你家人自己的個人帳號 的密碼也都跟你的一樣 那這樣他也不需要用你家的Wi-Fi 他就直接就是用你的密碼 登入你家人帳號就好 所以他就算知道可能透過我手機的監看 他最多只是知道說這個Wi-Fi 目前有幾個別的設備連到 但他如果沒有這些設備的存取權 沒有他的密碼 他還是不能夠進入這些設備 對我們說手機其他人本身手機的接受 對因為像你的手機只要有4G或現在有5G的訊號 那其實一個4G或5G的基地台 他就像一個Wi-Fi的中基站一樣 他還是有很多人同事連上去 對所以你也是可以透過一些方法知道 你旁邊有誰正在跟你連同樣的 不管是藍牙或者是其他基地台 對但這不表示你可以去控制那些手機 所以難度是比較這機率比較低 基本上不太可能 除非就是像我剛剛講的你們的密碼都用一樣 而且沒有用兩階段延伸 那這樣他其實不需要連到你的Wi-Fi 他用別的方式也可以 那另外的話那手機魚我沒有 那假設說像我今天是遇到這種問題 那我也會擔心其他人也不小心進入這類的公司 那有辦法做宣導或是說 假設遇到的話有辦法去什麼機構去 嗯 去報嗎或是怎樣 可是我也會擔心說 因為他們之前有 在放局中有聊過說 他老闆有一天說他兒子告訴他 就是車上要放妙機 不要放窮板 不然這樣警察會才會抓到 所以我事後會想起來 我也想說如果有一天遇到他公司那時候 他子弟是最會因爭你的 所以他會知道是誰 那我也會擔心他有個子 有一天會不會在同鄉度過 或是對我家人怎麼樣 那假設是一個社會新鮮的遇到的話 那該怎麼去辦辦 我說我想這不是特定公司了 這是有點像我們每個人都要 用肥皂洗手戴口罩等等 這種好的治安的習慣 所以今天不是這家公司 也有可能是那家公司 所以我覺得主要要宣導的 還是說每個人都要有很好的 用不同的密碼 密碼的長度要夠 要用兩階段認證 等等的這些習慣 那這部分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宣導 這種有點像用肥皂洗手中的常識 對 那另外今天我朋友有問一個問題 他是有一個商用空間 可是他不想用就商用 他想要推廣說學校做創客的實驗基地 可是他說有沒有什麼相關的部門 可以做資訊的地方 那叫什麼 就是指導 指導單位 可以給他什麼建議嗎 或是他們遇到問題 可以找哪個單位或是三星讀書 這要看創客的教育 如果是在大學的階段 很多大學自己就有 內部就有 所以他可以去找他最近的大學 然後有在做創客的教育的育成中心 那直接去問那個大學 這會最快 OK 就是找最近的一個有在做創客 或做育成中心的大學 大學 對 那因為很多大學會跟在地的 不管是別的社區大學 或者是就是數位機會中心 或者是其他中小學 他們會有一個網絡 那我想大學還是 就是對大部分人來講 因為大學自己在做這個 還有協助別人做這個 所以就是 最簡單的 對 那如果他是想要找別的共同工作空間 就是有類似的 做過類似的事情的人 互相參考 那有一個網站也可以叫做 vmatrix.tw vmatrix.tw v-m-a-k-e-r-t-w 好 那就麻煩給你們 好 謝謝 麻煩給你們 謝謝